华为公司副董事长兼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日前在文革华被逮捕 有报道指出事件是涉及华为通过汇丰银行的账户进行与伊朗有关的交易 汇丰是在发现可疑金融交易之后向美国调查当局通报 路透社引述消选是指美国怀疑华为违反美国对伊朗的贸易制裁 利用全球银行系统避过制裁措施 通过汇丰控股进行涉及伊朗的违法交易 所以要求加拿大逮捕孟晚舟并引渡至纽约受审 报道指美国早在2016年便调查华为是否违反对伊朗制裁令 而近日调查更扩大至华为有否利用汇丰银行的户口进行涉及伊朗的非法交易 汇丰控股在2012年被美国监管当局指控反洗黑钱不利 要付19.2亿美元的和解赔偿金 同时还需聘任独立监察员监督执行美国防止洗钱相关法律的情况 有关监察员直接向司法部汇报工作 当时汇空便聘请了国际监管公司Exager监管可疑活动 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是指 一名监察员发现华为在汇丰的户口有可疑交易后 便通知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并提供了有关交易的资讯 而彭博新闻社的报道指 并不知道监察员是在什么时候向美国当局举报 报道引述之前是指汇丰正与调查人员合作 但不是调查对象 而汇丰监管公司和美国检察当局都不对报道做出评论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纽约华人律师黄晓夫6号表示 美国实施抓捕孟晚舟的计划或许已经调查 而且策划许久了 如果孟晚舟被引渡到美国 纽约东区联邦法院将会尽快公布诉状的细节 曾介入中心通讯在美出口管制调查案诉讼的 纽约华人律师黄晓夫6号在受访时称 美国政府在实施类似抓捕前 会投入大量人力进行调查和取证 与中心案不同的是 此次美国将矛头指向个人 案件前景并不乐观 律师称不论近期的核治平案还是如今的华为案 都是在纽约的联邦地区法院审理 云集着美国司法界精英定罪率很高 而针对个人的量刑也往往会比针对公司更重 我相信他可能要跟以前的建立 就是把他保出去 然后自己请保安来保护着自己等开庭为止 好他一段时间看看和解还是要起诉 和解的话那肯定要把其他人给救出来 如果是要起诉的话 肯定坐牢的时间不会短 另外律师还指出中国企业频频在美涉案 主因仍是对美国司法系统法律条例缺乏理解 法治意识淡薄抱有侥幸心理 而近年来美国也开始采取大量钓鱼执法 警示中国企业家唯有提高司法意识 透彻了解美国法律体制 才是长远发展之道 凤凰卫视 陈经纬电业 纽约报道 凡员 凡员 凡员